王女士是云南人 她说9月初在交友软件默默上认识了一名男子 对方的注册名叫《我的世界将有你》 聊了几句后双方护加微信 对方在聊天时直接喊王女士老婆 现场识别这个二维码 页面出现开运交易字样 王女士点开右下角上下分后 再次进入一个页面 写着亚伯科技 点击支付方式以来 立即出现上分金额 王女士输入一块钱 然后点击了提交 提交按钮下面还有一块内容 写着中国银监会认证对接账户 但户名是个个人 还有开户行以及账号 王女士表示 这些步骤很复杂 都是男网友一步步教他的 王女士说 刚开始他投资了几百块 本金和承诺的奖金 都会回到自己账户 之后他在对方的引导下 加大了力度 拿一万块钱进去 后来他们连我本 连我本就是一万二 后来就第三回 就是他叫我投资四万 后来就四万投资进去就没了 他说今天拿的奖金太多了 所以说你这个钱太多了 还要交三万四千多 进来才是可以 这边我们都会给你的 期间男网友在微信里 叫王女士询问客服 你好 我的分怎么没有了 然后王女士照做了 客服回 因系统更新 给您带来不便 余额已恢复到您的账户 请查收 但王女士这边 根本没有收到回款 截至9月18号 王女士一共转账了8万多 都是转到了一个个人账户 现场记者拨打语音电话 给那名男网友 始终没能接通 18号那天 我老乡跟我说 他说 我不是坦的眼泪在那里吗 后来我老乡跟我开视频的 在老乡的远程劝说下 王女士报了警 加行海盐余成派出所表示 已经立案 海盐县反诈中心 也介入了案件侦办 1818黄青眼七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